在乐国看到有一块块包装好的鸭胸肉 好像是专攻出口的 不是经常有卖的 所以以下买了很多 放着慢慢吃 红酒鸭胸的做法步骤 1.鸭胸肉用适量红酒 加少许盐和黑胡椒粉 腌制20分钟左右 2.用刀划几刀 3.中小火热锅 不需放油 放入鸭胸肉 皮朝下 4.放入蒜瓣 慢慢的鸭皮里的油会慢慢的跑出来了 可到掉鞋或者用厨房专用吸油纸去掉铁油 鸭皮成金黄色时反转压皱 用铲子轻压 直至无血水渗出 5.在反转压皱 倒入适量红酒和腌制鸭肉的汁水 6.盖上锅盖小火焖10分钟左右 在反转压皱 开中火炙汤汁稍许熟干 即可出锅 切坏装盘 7.浇上锅里剩余的汁 可以再放些配菜 像土豆丝 水煮青菜 无萝卜可按自己喜好 小窍门 鸭肉含凉 有滋阴补血 清肺解热 大补虚老 消水肿等功效 所含B毒维生素和维生素E 叫其他肉类多 能有效抵抗脚气病 神经炎和多种炎症 还能抗衰老 鸭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烟酸 它是构成人体内两种重要辅酶的成分之一